请各位聊一下众生空间 我们要去找 为什么要找个色彩 我放在群組里 色彩你可以看到 这个都是一片绿色 明明一片绿色 他干嘛还要找色彩 不就有绿色了吗 假如这一张 全部都涂上绿色 你看他都晕了 就像那个房间 全部把你涂红色 你要让你住一天 你一定会心烦气躁 为什么 你对单身色彩非常排惧 为什么对色彩排惧 因为他没有其他配合的色彩 你会觉得那个色彩 看了都难过 所以不是单单有色彩 而是你要觉得让这个色彩 会觉得非常柔和 配起来非常搭 那于是我们就要找一个地方 来放色彩 明明一片绿色 那我们需要什么 其他颜色的色彩 那颜色的色彩的产生 有光线的来源 才有色彩 那很强的光也没色彩 很暗的地方也没色彩 那就是微光 那在中度空间里面 我们就可以找微光在哪里 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反光 对不对 所以光线是从某个地方 或者从这地方照过来 所以才会这样子 那微光 就是在这个跟这个的中间有一块颜色 你可以放进去 这个跟中间的可以放进去 那什么东西 既然有绿色 那我们还要放什么色 比其他颜色 你可以放紫色 你可以放红色 你可以放太多颜色 你可以放 但唯一你不能放的就是绿色 所以什么地方可以放这些颜色 第一个 阴影的部分 阴影可以改变它的色彩 这个地方有阴影 这个地方有阴影 我们会以后看 这地方有阴影 但是呢 中度空间的色彩 一定呢 比较灰比较模糊 你看得到色彩 但是它不是非常鲜艳 不像那个近景 哇你看到嘴唇珠红色 眼睛蓝色 那就是近景 但是中景的颜色 是二级色比较多 所以我们只要埋上一些紫色 埋上二级色是什么 红黄蓝是一级色 对不对 用两色去组合起来 就是二级色 所以呢 红跟蓝 组合起来就是紫色 对不对 那这个绿色是蓝跟黄 所以我们就要放掉这一个 那再来呢 紫色还有一个橘色 橘色 橘色是什么来的 红跟黄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有两个选择 紫色一个橘色 好紫色跟橘色我们可以摆哪里 什么地方 你会可以用想象空间 什么是紫色 紫色是阴影的地方 你会看到紫色 回去啦 你们就看到大太阳底下 尤其有一次我们在墾丁 我们看到那个太阳 照到床单上的阴影 它就紫色 可以试试看 因为这种紫色看起来非常舒服 因为它是很强的光线下的捕色 那什么叫捕色 就是因为它光很强 光是黄色 黄色跟紫色就形成了捕色 那就让你看起来很舒服 你很想看那个床单 你看到那个床单的阴影 你会非常着迷 那橘色跟什么 是形成捕色 蓝色 好 那我们现在看 我们看到蓝色 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放橘色 放在这边 它会非常舒服 知道吗 所以寻找色彩 是有一个逻辑 有一个根据环境 所产生的色彩 你去找 不是我想放什么色彩 我就放什么色彩 它跟大自然的规则不一样 那人家看起来就很突兀 当然人家眼睛看起来很舒服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把整间房间七成绿色 你看到都晕了 但是呢 你今天放了一些橘色呢 再加上一些 它的对 它的补色 叫蓝色 那么它就看起来很舒服 眼睛啊 如果你看到光线啊 很强的地方看太阳 你瞬间把眼睛闭起来 你的眼皮这个上面 会呈现什么 紫色 为什么 眼睛自然而然 会产生一个补色的作用 来保护你的眼睛 让你眼睛很舒服 所以这是一个人的机构 人的机制 从你的DNA里面反映出来 而我们画这个就是利用 我们这些色彩 去勾起每一个人 且埋在DNA里面的反应 他会觉得很舒服 他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他就喜欢在那里画前面一直看 为什么一直看呢 就像他眼睛看了太阳 看很久要把眼睛闭起来 他看到紫色一样 他会觉得很舒服 所以画之所以吸引你 他会愿意站在你画前面多三秒 是因为他很舒服 这个舒服是来自于色彩的补色 那请问色彩的补色 那怎么来的 我们有个色轮 对不对 色轮是红黄蓝 相隔120度 这样是360度 每隔120度就有一个色彩 如果呢 180度就是补色 所以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三个补色而已 你整个色轮的每一个色彩都有补色 也就是说你大事人无论你如何看 你都找得到补色 那这个补色放在你中度空间里面 它就让你别的舒服 好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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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太好了 可以 м très好 我們把這1級色跟我們的白色混合以後 幾乎是2級色 不過因為這樣的話呢 很容易讓你的色彩的埋入非常乾淨 尤其是用畫刀 非常非常乾淨 然後你可以做出健身的效果 因為從這邊帶進去 它就是健身的效果 好 那這樣的健身效果 就會產生色彩的一個感覺 色彩的感覺它就有一個健身 它就會慢慢往裡面伸進去 這個地方你用輕輕的畫刀磨平 把你的刀處做出來 這種平滑的刀處 就顯示出這種鏡面的效果就會產生 你們在畫那個貓頭音的灰 那個那隻嘴 很堅硬的感覺 它也是用這樣 最後你顏色不好 不好舉了以後 你把顏料帶平 然後盡量壓到你的畫布底面 畫到畫布裡面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這種感覺 好 那這邊埋一點點 讓你的藍色呢 有一些擴散的效益 不會說它集中在這裡 你會讓人家覺得 其實這個天空的空間 它是有深閃的效果 好 我們現在把一級色寶和色放進去 好 我們剛才有在照片裡面 在手機裡面去大概分析一下自己的作品 大概還缺什麼 我們剛才發現色彩 我們現在要擺進去色彩 擺完色彩 我們開始就擺另外一個色彩 這不是哪個簽名 那這樣的話它就取得了一個平衡 紅跟綠的平衡 它就成長出來 如果呢你發現你的筆太粗了 你可以用你的筆棍 一樣是可以畫出你要的 2024 8月 好吧 那算未來的話 乾的大概就體驗 2024 8月 基本上是這樣 你可以往回頭看 就是說你對於Edge的注意 是不是像這個 還太清楚 這個太清楚 過於Edge過於強烈的部分 我們把它改變過來 像這個地方 有局部的 就不需要了 就局部的 為什麼會有人看到這個屋頂 就是它太強烈 過於強烈 所以就知道 如果你的看法是這樣 那別人的看法也應該也都一樣 所以遠方的Edge呢 它的變落 它坐這裡 老子不要坐在老子的位置 不要坐在老子的位置 不要坐在老子的位置 好 今天就這樣子完成 謝謝 謝謝 小明星 educating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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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